全球有超过10亿人 这个星期要欢庆象征光明战胜黑暗的排灯节 印度古城今年就在河岸点起超过157万盏油灯 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河岸两侧的灯火在暗夜闪烁 美不生收 印度本周欢庆排灯节 象征着以光明驱走黑暗 以善良战胜邪恶 印度古城阿尤德亚今年动员2万名志工 在河岸点起157万6千盏油灯 再创金氏世界纪录 印度总理莫迪也到场 手持油灯进行火祭祈福 并发表演说 接着还有精彩的光雕秀跟烟火照亮夜空 令人目不暇击 印度西北部的阿姆利也同样热闹 全印度弥漫浓浓的节庆气氛 建筑被打上五彩缤纷的灯光 许多家庭用彩色灯饰点缀自家阳台 寺庙也涌现点灯祈福人潮 全球有超过10亿人欢庆排灯节 美国白宫也同庆 拥有印度血统的贺锦丽更说 她小时候常到印度过节 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无连者编硬